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的3月12号星期日 在两个星期之内 已经有四家美国银行暴雷 但这里边有算是破产 有的算是就是说停止业务 有的算是关闭 具体的说法还不一样 因为这从法律层面来说 但是这四家银行 肯定都是暴雷了 都出问题了 这是没问题 哪四家银行 第一个是作为各种加密货币公司的 主要的合作银行 叫Civilgate 就是银门 但我不知道准确的中文翻译是什么 反正他按英文直译的话 就是银色的门 Civilgate将根据监管机构要求 结束运营 他就结束了 他应该在3月3号公布的 在上中3的新闻稿当中 Civilgate Bank控股公司宣布 立即结束银行的业务 并且自愿清算该银行 这银行暴雷结束了 然后硅谷银行破产 昨天我们说过了 这个也不说了 然后第一共和银行 现在进入了一个 就是说监管机构已经进驻 然后停止所有电汇往来 那么不知道到明天星期一的时候 他们会怎么宣布 怎么处理 到底算什么 算暂时停摆 算爆雷 算清算 算破产 算什么还不知道 但反正现在肯定是爆了 因为现在已经被挤兑了 挤兑到了一个 就是说没有办法再开 只要开门 这被挤兑就空了 没有钱了 只能靠监管 如果监管机构给钱 注资还行 如果监管机构不给钱 不注资 银行只能宣布破产 那到底怎么做 咱们不知道 然后最新消息 纽约的Signature Bank 今天已经被纽约州宣布关闭 这是第四家 Civilgate 然后硅谷 然后第一共和 然后Signature Bank 现在是四家银行 两个星期之内 四家银行 全部都是大爆雷 现在最新消息 拜登在周日也工作 紧急召见了耶伦 刚刚也说到了 耶伦今天还去CBS News 接受采访 还信心满满 但现在反正目前这个情况看起来 我们不知道怎么办 反正拜登现在紧急召见耶伦 然后去谈 然后看看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好吧 你知道有一家爆雷 就会有第二家 第二家就有第三家 第三家就会有第四家 现在四家爆雷 后面会不会有第五家 美国政府必须要出手 来拯救了 不然的话 很有可能这样下去 就要变成一个系统性的基础危机 好吧 那这期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